《灭王纪相》第三章 撒罗门和埃及王法郎结亲,取了法郎的公主,接他住在达味城,直等到他见完了自己的宫殿,上主的殿及耶路撒冷四围的承援 百姓仍然在高优上献祭,因为直到那时,还没有为上主的名剑做殿与 撒罗门爱慕上主,进行他父亲达味的律例,指示仍在高优上献祭焚香 撒罗门王去鸟基贝雄,为在那里献祭,因为那是一个最广大的高优,撒罗门在那里的祭坛上奉献了一千全凡祭 撒罗门在基贝雄时,夜间上主席梦显现给他,天主对他说,你不拘求什么,我必给你 撒罗门说,你的仆人,我的父亲达味曾以虔诚,公义及正直的心与你同行 你曾向他表示了伟大的恩德,又为给他保持这伟大的恩德,刺给了他一个儿子,坐在他的宝座上,如同今天一样 上主,我的天主,现在你使你的仆人替代我父亲达味为王,但我还太年轻,不知道如何处理国事 你的仆人是住在你所选的民族中间,这是一个多德不可统计,不可星数的大民族 为此,求你刺给你的仆人一伙为心,可统治你的百姓,判断是恶,否则,谁能统治你这样众多的人民呢? 因为撒罗满求了这件事,获得了上主的欢心 天主于是对他说,因为你求了这件事,而没有为你自己求长寿,也没有为你自己求富贵,也没有要求你的人的性命,单单为你自己求了智慧,为能辨明正义 我必照你的话作,想赐你一伙聪明智慧的心,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,在你以后,也不会兴起一个像你的人 你没有要求的荣华富贵,我也想赐你,使你在列王中,一生没有可与你相比的 如果你理行我的道路,确守我的法律和我的命令,一如你父亲达未所行的,我必要延长你的寿命 撒罗满醒来,才知原是一梦,以后他回了耶路撒冷,立在上主约跪前,奉献了全凡祭与和平祭,切宴款代了自己所有的神佛 有一天,有两个妓女来见君王,立在君王面前 一个女人说,我主,我和这个女人同住一房,在这房里,我靠着他生了一个孩子 我生产后第三天,这个女人也生了一个孩子,我们住在一起,在这房里,除我们二人爱,再没有别人住在这房里 有一夜,这个女人的儿子死了,是因为他睡觉压死的 他半夜起来,趁你被女熟睡时,从我身边抱去我的儿子,放在他怀里,把他死了的儿子,放在我怀里 当我清早起来,吸孩子喂奶时,发觉孩子死了,及至天亮,我仔细一看,发觉他不是我亲生的儿子 另一个女人说,不是的,活的是我的儿子,死的是你的儿子 这个女人说,不是的,死的是你的儿子,活的是我的儿子,他们俩就这样在君王面前争论不休 君王说,这一个说,活的是我的儿子,死的是你的儿子,那一个说,不是的,死的是你的儿子,活的是我的儿子 君王吩咐说,吸我拿把刀来,人就吸君王拿来了一把刀 君王说下令说,把那活孩子劈成两半,一半吸这一个,一半吸那一个 那活孩子的母亲因为爱子心切,就对君王说,我主,请把活孩子吸那女人罢,千万不要杀他 哪个女人说,劈开罢,这孩子不归我,也不归你 君王于是宣判说,将活孩子吸这个女人,不要杀他,这个女人实在是他的母亲 全以色列人听了君王所断的案件,便都尊敬君王,因为他们见他断案时,具有天主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